你需要多少时间啊? 我再问一次 你觉得你需要多少时间?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呢? 因为不论是我在做 紧急救护技术员的医疗现场 或是在医院担任关怀师的病房里面 在遇到生死情境的时候 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我以为我还有时间 再来就是 早知道 早知道 你不早知道吗?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是早知道的 就像生命是有限的 时光不可能逆流 未来有太多事 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 问题是 早知道了又怎么样? 它会影响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吗? 今天呢? 曾经在急诊室里面 我们必须要告诉一个年轻人 他的父亲过世了 他完全都不能够接受 爸爸是 爸爸是当天早上出去拿报纸的时候 下楼梯踩空了一节 跌倒 因为跌倒时候的方向 力道 头撞到的角度 种种的因素 他的父亲当场死亡 他抱头痛哭 他说近年来知道父亲年纪大了 父母亲都年纪大了 要多跟他们在一起 但是啊 他以为他还有时间 接着他又说 啊 早知道 早知道能怎么样 那天早上 他就不让他爸出去拿报纸吗? 还是整天守着他爸爸寸步不离呢? 就算他那一天能够这样做 隔天呢? 请问再隔天呢? 曾经我听到过一句话 说是我们应该把生命中的 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 其实这不太可能耶 你想想看啊 平常不会冒得险 今天可以冒 因为是最后一天了 平常不会花的钱 今天统统花光 这样子下去 可以持续多久呢? 所以这个早知道 好像不太适用于 决定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事情 而更适合去影响 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 决定其中的优先顺序 什么叫做优先? 我一想到 一有时间马上就去做的事情 不叫优先 我再忙 再没有时间 那当然这个顺序可能会因为我们人生的阶段不同 环境的改变而有所调整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常应该提醒自己 跟问自己的事 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认为什么事情才应该被摆在第一位 甚至第二 第三顺位呢? 这是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回答的问题 但也是我们可以决定 可以控制的事情 一旦抓住了这个 在每天生活当中 因为各样不可控制因素 所造成的种种后果 相对来讲 就不是那么那么的重要了 但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你认为重要的是一件事 你再忙都要把时间框出来去做这件事 但是如果你认为重要的是一个人呢? 你说我再忙都要挪出时间来 帮这个人做事 跟他相处 跟他相处 这有什么问题啊? 在我做婚姻諮商的时候 看了一对年轻的夫妻 刚刚才结婚 就慎重考虑离婚 这个整件事情的引爆点 它的导火线 其实有一个很甜蜜的开始啊 这个先生要出差了 他想 哎呀 有好多天都没有办法看他太太 忽然很想念 他是个新婚的太太 就在从公司去机场的路上 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那太太当时没有在工作 所以在家里面 她说我就要出差了 好久看不到你哦 我忽然觉得好想你哦 那我想要去机场的路上 绕回来 看你一眼 抱抱你 那因为时间很紧迫 所以可不可以拜托你下楼来 让我看一眼 抱一下 这个太太当然觉得很开心 没问题 我马上下来 这个丈夫满怀期待 把车开到家门口 没有看见他太太 门口又很难停车 所以就只好被迫去绕一圈 整个绕了一圈 觉得蛮不耐烦的 绕了第二圈回来 还没看见他太太 觉得蛮火大的 到了第三圈 看见他太太 匆匆忙忙 大包小包地奔出来了 她说什么 你看 这是你最爱吃的水果 我削了皮 切成小块 方便你在路上吃 还有你最爱喝的咖啡 刚刚泡好的 放在外袋杯里 还有面包啦 零食啦 一大堆 你听了会有什么感觉 他的先生是 怒火中烧 这是一个情绪满溢的情境 问题是 请问是正向的情绪 还是负向的情绪呢 这其中有对错吗 如果有的话是谁对 谁又错了呢 丈夫说 我清楚明白地 把我的需求跟你说了 你也答应我了 知道我在赶时间 你没做哦 你选择去做了什么 你自己开心的事情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想请问你 满足的是你自己 还是满足我的需求啊 这个太太说 冤枉啊 我真的是无辜啊 他还在整间跟我讲 我心寒啊 什么叫做满足我自己 请问一下 没有你 我会去做这些东西吗 这些东西做出来 我吃哦 所以 这简然的 光是把时间框出来 跟我们认为重要的人相处 好像还不太够啊 好像我们在相处 跟互动的品质 跟其中的技巧 也需要花一点心思啊 你认为是先生对 还是太太对 先生 先生对的有举手 先生对的 没胆 有没有人认为是太太是对的 太太比较有胆 这不是男女的问题 这不是男女的问题 但是我们从这对夫妻身上 可以看到至少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要学习认识自己的情绪 学习适当的表达 想想看这个先生最原始的情绪是什么 应该是失望 甚至受伤 但是非常快的 这个情绪就被愤怒 生气所取代了 不仅如此 他还用逻辑理性 去把他的生气给合理化 强化了 以至于他推论出来一个 没有办法被推翻的结论 就是他太太很自私 如果我这么想 我也可能要考虑离婚 但是从太太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困难 去用别人的角度来看 甚至来感受这个世界 我觉得没有感觉的东西 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不就差几分钟吗 为什么这么重要 以至于他忽略了别人清楚明白 所传给他的讯息 他仰赖他的感觉 他认为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是两种不同处理事情的方式 在使用上有惯性 在大脑里面 活化的区域不同 回路也不相同 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神经元 也就是我们大脑的细胞 在我们做不同事情的时候 不同的区块会被激发 会活化起来 而神经元传递讯息的方式 也是像接力赛一样的 一个细胞传到一个细胞 所以在不同的处理事情的方式的时候 会有形成不同的回路 大脑有一个用尽废退的特质 也就是说 我越常用的东西 就越用起来越灵活 就像一条路 人常常走 这条路就很顺 越不常用的东西 走起来就很困难 用起来也很生疏 所以一个常常用理性 去解释东西的人 越讲越溜 全世界没有人讲得过它 用感性去感觉这个世界的人 常常会越来越敏感 而在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的感觉就越来越深刻 请问你是用哪一种方式在处理事情呢 如果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发觉我们可以学习的点 跟进步的空间在什么地方 还好 习惯是可以改的 大脑里面的回路也可以重建 这对夫妻 这对夫妻其实我告诉他们 也提醒我们大家 我们自己 只要我们有心 只要有意愿 外加很多很多的练习 这些都可以改进的 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 一年哦 我们在诊间里面 先是讨论 然后演练 然后在生活里面去练习 这个丈夫要练习的是 在相同事件发生 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 她不要这么快地 用理性去解释她的情绪 我没有说不用理性 我说不要这么快 因为她大脑里面用理性的回路 非常畅通 用感性的回路会有点慢 所以她不是不能生气 是要让她原始的情绪 有机会可以充分地被感受 被表达出来 她太太这边要练习的是 就算你无感 对方跟你讲了 你要用心去听 要去观察 去倾听 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她认为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虽然你无感 还是去做吧 因为对对方是有意义的 不止他们单独地 去做这样子的训练 他们在生活当中 也要互相地彼此提醒 互相支持 才能够相辅相成的进步 当我们都能够愿意 去检讨 去学习 甚至帮助对方 有建设性的改进的时候 我真认为 Life is a beautiful thing 觉得人生真美好 记得刚刚开始提到 在急诊室的那个年轻人吗 其实很难得 我之后有跟她 有机会再继续地聊 她就跟我提到说 其实这几年来 她不论再忙 也一定会拨出时间来 固定地跟她的父母相处 而且她会去做一些 她父母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她只要做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过世当天 所发生的任何细节 不管是 也许刚好早上 跟她父亲吵了一架 我们人在一起相处 一定会吵架 还选时辰吗 还选日子吗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或是那几天 她刚好出差 不在家 不能陪伴 这些细节相对来讲 就不是那么那么的重要了 所以你觉得 你需要多少时间呢 答案可能是永远不够 失去我们心爱的 一定会伤心 但千万不要把这个伤心 变成不必要的后悔 遗憾甚至自责 因为只要我们在 平常的生活当中 做了我们能做的 就是把优先顺序处理好 然后尽力地 把人际的互动的关系 品质 让它能够达到最优点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了这些 当事情发生的当天 这是我们早知道的事情 当事情发生的当天 跟之后 我们或许可以单纯地 专心地去经历悲伤的感受 因为这个是自然的过程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 把生命中的每一天 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落实 把认为重要的事情 放在优先的顺位 我们可能可以做到 把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当成平凡的一天来过 谢谢 谢谢